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 为各位介绍 RStudio 安装 那RStudio是什么呢 RStudio 是一个 这一个整合开发式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整合式的开发的平台呢 跟微软的 RStudio Studio 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开发程式的时候 呃 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处理 包含我们假设想要看到我们的变数的值 或者是输出的界面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图形 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到 所以说呢 这个RStudio呢 是一个整合开发的一个平台 所以接下来呢 是要为各位介绍这个的安装 当然了 这个安装其实都非常简单 快了 老师抬过去 也是这样 在Google里面呢 去搜寻 RStudio RStudio 好 点选之后呢 就会进入到了这个 RStudio 里的这个官方的网站 那RStudio 其实呢 其实呢 它不只是这一个开发的平台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套件 目前还不错的 叫做Shiny 可以做互动式的这个网站 好 以后 老师也有课程 会敲这些的工具 首先呢 各位呢 就点选 左下角的这个 RStudio 点选之后呢 一样 它有所谓的版本的区分 那它分呢 所谓的Desktop 这个桌机型的Desktop 也有所谓的Server 主机版本 那当然呢 我们自己在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就选择我们的Desktop的这个版本 那这边也有一些线上的教学课程 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好 接下来呢 就到了这个去做Download 下载的这个页签 好 下载的页签呢 我们这边可以来看一下 目前的版本大概是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是一点一点几的版本 好 那当然呢 去做下载 下载了之后呢 可以到这个地方 我可以看一下 那它有分了几个版本 当然了 我们当然是要看到什么 眼镜一亮就是Free 那这个钱的话 你可能就不要去了 当然了 所以各位就直接二话不说 就Download 这个Free的整个开发平台 好 进去之后呢 还记不记得我们在R的软体里面呢 它也分了所谓的这一个不同的作业系统 一样在R Studio里面呢 它也分成了不同的作业系统 包含了这一个Mac的作业系统 也有Windows的作业系统 那老师呢 这一次是以Windows的作业系统为例 那目前的版本呢 是R Studio 1.1.143 大概是1.1的版本 我记得老师在上个学期在教的时候 大概还是0.9的版本 所以说呢 这个版本呢 它是For Windows 7啊 8啊 4啊都OK 那各位看一下它的大小也不大 大概是89Main 所以说呢 各位就是点缺 这个版本下来就可以了 Windows的作业版本下来就可以了 同样一样 是把它放在我的下载的资料夹里面 那档案就是这个R Studio 好 这个是我刚才建立的那个R软体 那现在是这个R Studio 1.1.43的这个版本 好 当然它输存 确定 输存完之后呢 当然一样聪明的你们就去安装咯 安装也一样 太简单了 就是下一步 下一步 确定大概就是如此 这个预定的位置呢 都用它的预设值都不用去做更改 那当然呢 它的名称还是由着R Studio 好 那当然就去安装咯 很快 有没有 一下就安装完成了 好 那安装完成了之后呢 一样 同样我们也请各位去做测试 好不好 去做测试这个R Studio的测试 同样你会在网站上面呢 去看到这个R Studio 好 或者来 找到之后呢 请各位去 也是一样做测试 跟刚才的R软体是一样 1加1等于2 也是一样可以去做这个画图形 好 各位看到没有 刚才的图形 就比较不一样 它就会用视窗的方式去做测试 好 等下老师呢 会去跟各位去做测试 好 那这边的例子呢 我们多做一个 好 那打什么呢 也是一样 这是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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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注意哦 不一样 那各位 你们多打个指令 叫做Col就是Color 颜色的意思 Color的意思 Iris 金钱符号 Species 种类 品种 你就会发觉到 人生是彩色 我们的这个图形呢 出现了彩色的出来 好 那接下来呢 为各位去做介绍这个RStudio环境的介绍 这个界面呢 它分成了四个界面 第一个界面 第二个界面 第三个界面 还有最后第四个界面 那老师分别为各位介绍 第一个界面呢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Workspace 你的工作区 那这个工作区是做什么呢 是用来协助你集写程式嘛 你的以后的所有的程式都是在这个地方去做编辑 好像Word的档一样去做编辑 那第二个呢 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在R软体里面看到的原生环境里面的Council 主控台 主控台的目的是什么呢 主控台其实就是 假设你没有这个整合环境的时候 你是直接用指令 跟R软体去做沟通 所以说你的指令 那等到我们假设程式在这里执行的时候呢 它会把这个执行丢到这个Council的这个画面出来 那执行的结果呢 也会是在Council这边去做呈现 或者是等一下老师讲的 在这一个画面去做呈现 好 这两个界面都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个界面呢 是在右上角的 我们称为叫做Environment 还有History 历史 还有我们的环境 那这两个有两个页签 一个是在这个Environment的页签 还有一个是History 历史的页签 好 老师先解释一下Environment是什么呢 记载目前变数的值 以及查看目前变数的状态 那等一下老师会有案例 你的变数呢 就会呈现在这个地方 那至于你说老师什么是变数 有学过的你就知道 没有学过的也不关系 没有关系 老师会跟各位去解释 反正就是你将来用到的相关的资料呢 都会呈现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History 就是你曾经在主控台这里Council 执行过的程式码的历史资料 都会在这个History的页签里面 好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它的页签也不少 页签包含了第一个叫做档案区Files 其实你讲穿的就是你的档案总管 第二个就是你的画图Plug 还记不记得刚才前面这个图形 它是呈现在这个Plug的页签里面 好 第二个 第三个是Taking 就是套件 还记不记得老师在第一堂课 简介的时候看到了 这个R软体是由非常多的套件所组成的 别人写的层次 不是你自己写的 所以说要把这个套件include进来 包含进来 所以就有这一个packing的这个页签 这个页签是协助你去做你的套件的安装 或者是下载的功能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help 同样一样没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在这个help里面达到解释 好 这个viewer是什么呢 viewer是你将来有些的 这个html 程式码 可能会成现在这个地方 目前来讲这个用的比较少 好 那这边呢我们就有一个 这个R Studio的环境的介绍 好 那这也是你们的作业 请各位回去听一听 看一看 好 那第二个作业呢 就是请各位当然啦 两个工具一定都要做咯 对不对 功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对不对 没有这些工具的话 接下来老师讲的这个东西 你都没有办法去实行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老师去做一个简单的 这个R Studio的一个介绍 好 那老师把它关起来 老师现在把我的R呢 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工具列里面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是在这一个你的 是一个开始的这边 你可以去做搜寻 好 那老师直接已经把它放到 这一个工具列里面了 点写进来 那这个页面看出来呢 就是你一个开始的地方 那你会质疑老师 刚才不是四个吗 刚才不是四个界面吗 为什么现在只有 一 二 三个界面呢 另外界面跑哪去了 好 这个是怎么界面 来看一下 这个是Council的界面 Council的界面 那这个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Environment History 对了 好 那另外一个 最后一个这个是 好 那因为这个 目前我们现在并没有任何的程式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第一步 请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步 我们现在各位 一直在练习 对不对 这个 好 在档案的地方呢 我们产生一个新的档案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 要写成色咯 这个新的一个档案呢 我们的档案名称 档案的种类 我们就称为叫做R script 这个叫做一个 好像那是一个草稿 或者是一个语法 就是你的一个脚本 一样 script 你可以查查看script的英文名字 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就产生一个新的程式 拿出来 这个程式的档案 好 R script 注意用这个R script 连选进来 好 这个时候你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的workspace 工作区就出来 工作区就出来 对不对 好 那还记不记得到 刚才的作业是什么呢 现在Councilport 在Councilport 这边打上什么呢 打上1加1 这个没有什么 对不对 很简单 还有什么呢 plot i r i i i r i s i 好 就出来了 对不对 好 假设老师今天还要再教你打一次 你怎么办 来 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在这个history的部分 history部分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是不是 打了这个1加1在这里 plot i r i i s 所以说你的历史的记录都在这个地方 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好处 这个好处 假设像这样的程式是在你这边去做测试 那什么叫程式 程式呢 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 我今天老师叫你还要再执行一次的话 那你是不是还要再打一次 1加1 p lot i r i s 那是不是很麻烦 那我们希望我们刚才做的这些程式呢 这个council的意思 它是做interactive 互动式的 写一句话 讲一句话 它做一次 可是这个东西我们要记载起来 那记载起来 其实就是写程式 programming programming的意思 所以说呢 这边就是 我们讲实在 真正以后将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写程式 写程式呢 就写1加1 p 这是你 刚才是你的第一行的程式 第二行的程式是什么呢 是p lot i r i s 还继续老师看来第三个程式是什么 叫p lot 也是什么 i r i s 什么 col 看到没有 他已经给你提示了 color 等于什么呢 i r i $ 金钱记号 $ 什么呢 species 好 这时候呢 老师在写程式 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写r的程式了 r的程式老师写了三行 可是你说老师 为什么没有执行 为什么没有执行 好 没有执行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 这边有个执行者叫做wrong 执行 跑步了 wrong 好 很简单 当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你希望能够去执行的时候 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你可以把你的游标移到你的line的部分 看你比如说我现在执行第一行 你在游标移到第一行 然后按 对吧 这个时候你看一看神奇的出来了 这个时候他就在执行这个1加1 把它在这里 结果是在这里 那如果说在这个呢 所以遇到第二行 对吧 就说老师 跑那去 他画了好几张都是一样的 好 那这边有一个执行者 画点 清掉咯 清掉之后再执行一次 你看看他会不会出来 好 就显示在这个地方 分同了吧 好 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简单的操作 就是这个 去画 人生 我们人生是彩色的 不要是黑白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做执行 人生是彩色的 这时候各位 就聪明了吧 知道了吧 好老师再把这个图形删掉 全部都没有了 还有一个方式呢 我看来是一行 一行 第三行 一行一行的指令 去做执行 那你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全部都执行 可以啊 比如说我现在要执行这个 这上啊 你就按ROW就好了 有没有 他就把你去做执行了 一向第一 这是第二张图 第一张图在前面 这边就没有 第二张图 好了 懂了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上到这里 接下来呢 下一堂课开始 我们就正式来介绍 R语言 R软体的这一个语法 开始要写成词咯 期待吧 好OK 谢谢 拜拜 下次再见